享受神 從神得力 發揮生命 因為活後的日子近了 神要興起更多人去服侍主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認識和對付罪聖情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有屬神的生命 我們信主的有屬靈的生命 但有時我們不知覺 沒有留意到其實每一個人 無論多強的屬靈生命 都一樣有罪聖情 不留意的時候有什麼後果呢? 後果就是犯了罪都不知道 而且會堅持己見 我是對的 你是錯的 這就是罪聖情反彈 所以我們要學習 我們留意到我們的罪聖情 而去對付 這樣才會成長 另一方面就是建立我們的新聖情 我們屬靈的新聖情 第一就是我們要明白 基督徒仍然有罪聖情 是仍然有 我們保羅說到 在罪人中我時的罪灰 在原文是現在式的 不是說他還未信主之前 是信主之後仍然是罪灰 我們每個人仍然是一個大罪人 不過就是我們怎樣處理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我們的罪聖情 我們在世上不會完全沒有罪 在世上總會有罪的意念 有時會煩惱、負面 想起一些不好的事 不喜歡某一個人 少看某一個人 懶惰、放下自己應該做的責任 我們總會有這些情況 因為我們有罪聖情 所以會有罪的情況 有兩種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我相信罪是有破壞性的 即是上面的紅線上面 我相信罪有破壞性 因為有罪的意念 馬上要怎樣做呢 馬上靠主處理 這就是輕鬆得性的鑰匙 如果你還未有輕鬆得性 你可以跟我或太太告訴我們 如何得到這本書 幫助大家處理生命 活在神的愛中處理生命和發揮生命 當我們知道有罪的意念 馬上處理的鑰匙 就是即時一有罪的意念 立即處理 譬如一生氣的人 我立即處理 我立即說 選擇不去生氣他 因為生氣他是破壞我自己 亦都破壞同人的關係 那立即可以得性 好 下面這裏就是 輕看罪的破壞性 那些人這麼壞 我當然會生氣 世界這麼不好 當然會煩惱 當然會有負面思想 被人害 當然會生氣 不原諒他 這些就是覺得罪不重要 有罪的意念 就給藉口去犯罪 例如有些人會看網上色情的影片 只會看一看而已 不要緊的 打手機 玩遊戲 那我不開心當然會玩久一點 就給自己藉口 越玩越久 越來越被控制 這樣就繼續被魔鬼偷竊殺害毀壞 即他就會進入你生命裏面 將你生命每一樣東西 逐樣逐樣拆毀 我們需要明白 就是罪 有時不需要說是很嚴重的罪 才能夠拆毀我們的生命 是可以很少的罪 有時一個人就是 經常都負面 經常都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經常都不開心的時候 他的生命可以逐步拆毀 我們總有罪性情的 有些人大部分被神掌管 就可以很快處理罪了 即是有些人大部分被神處理 這個其實屬於少數 在我認識的基督徒來說 很多人都說 我仍然有很多煩惱 很多人不開心 我仍然沒有發揮生命 這個情況是比較多的 比較少人是這樣的 右邊就有人大部分被罪掌管 就是在他心中有很多罪 耶穌的地位是低的 我希望大家真的會去到 左邊這裏 大部分被神掌管 譬如我們看到彼得跟從耶穌 其實你看到他很關心耶穌 但耶穌在這裏指出 為什麼他有問題 我們一起讀一下 馬太16章23節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 撒旦退我後邊去罷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我們要找出問題 我們要習慣看聖經 那我發覺有很多人 是沒有詳細去看聖經 和解釋聖經 希望我們大家都留意去做 那裏耶穌就跟彼得說 撒旦退我後邊去罷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其實已經說了為什麼 但很多人 他們未必看到這個經文 即是說彼得 他叫耶穌不要釘十字架 所以他犯罪 所以他是被魔鬼用 那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不體貼神的意思 即是神想做的事 他不體貼 他就是體貼人的意思 我只是照顧耶穌的肉體 耶穌想我們關心天國 當然我們在正常的情況 我們會關心人的 但是他在這個情況 知道耶穌 耶穌已經告訴他 我會去釘十字架 但是他的反應就是 你千萬不要去釘十字架 只是體貼人的意思 我們很多人 體貼人的意思 不是為了保護人 他想保護耶穌 很多時候體貼 我這麼累 這麼不開心 被人擊倒 當然會受影響 我們就會給自己藉口 基督徒可以被魔鬼影響和使用 基督徒可以被魔鬼使用 我見過不少的教會開會 是會吵架的 基督徒之間 紛爭 不想見某一個人 不想採某一個人 不想跟誰一起開組 這些情況 是很多時候都有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有些問題 而不去處理 沒有跟著馬太福音十八章所說 就是說 當有人弟兄得罪你 你就先跟他講 但當時是什麼呢 先去講閒話 不是先去跟他說 先去講閒話 然後這個人傳到這個人 才會說 原來你這麼生氣我嗎 但又沒有正面說 只是背後說 這樣的時候 就產生很多問題 這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其實基督徒很多時候 在不小心的地方 就被魔鬼留地步 聖經講 沒有被魔鬼留地步 沒有要抵擋魔鬼 好了 保羅自己承認 他說我裡面 其實這句是很誠實的 保羅應該表達他自己 是一個超級基督徒 一個超級宣教士 但是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 居然說出他自己裡面一樣有罪聖情 這個是非常之特別的 我們一起讀羅馬書七章十八節 我又知道在我裡頭 就算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保羅自己承認 他說我知道在我裡頭 就是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 這裡說到 我們的肉體是指罪聖情的 flesh 不是說到我們的身體 是我們的罪聖情 是沒有良善的 很奇怪 我們裡面這個罪聖情 是沒有良善的 就是說罪聖情 就是完全是罪聖情 罪聖情是不會改變的 而我們同時有一個新的聖情 當我們在世日子 這個罪聖情依然存在 永遠沒有改變 不過問題是我們給它掌管多少 就是說 它一想出聲 我們立刻阻止它 立刻處理 我們就得盛 它不會變成乖的 罪聖情是不變成乖 它只是有幾活躍 我們容許它幾活躍 好了 他就說 我這個罪聖情是沒有良善 簡直是沒有 是靈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 又得我 我想做 不過行出來又不得我 就會有一種阻力 故此我所願意的事 我不去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 我倒去做 它裏面會有一種力去推動它 推動它去跟從它的罪聖情 如果我去做所不願意的事 就是不是我做 乃是我裏頭的罪做 有些人說 不關我的事 是罪做 不是我做 這裡其實有兩個 我自己的 不是我做 這個我就是我的新聖情 我就是新聖情 不是我這個新聖情做的 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聖情做 即是說出它裏面有兩個我 有人形容 這個罪聖情 其實我們到天堂就沒有了 去天堂就沒有了 這個罪聖情 不是我們人性的一部分 乃是好像形容是什麼呢 好像 車輪行路 那些髒的織 那些髒的織 是黏住在那裡的 直到天堂就會洗乾淨 即是 好像我們的碗碟 或者茶杯 那些茶杯有些茶織 黏住在那裡 在世上的時候 永遠都存在 他就說我們很多時候會犯罪 就是因為我們的罪聖情所犯的 所以 這個新聖情和罪聖情 有兩個對立的 好了 下面第21節繼續 我覺得有個律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 因為按照我裡面的意思 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把我怒去 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誰能夠我脫離者 取死的身體呢? 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我以內心信服神的律 我欲體卻信服罪的律了 這個說到我有個律 這個律 就不是律法的律 是一個規律的律 我覺得有個律 有個規律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就有惡與我同在一起 有些人說不是 不是經常都有的 我問一個問題 當你祈禱的時候 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相信 神一定做功呢? 未必照我們的心意做功 神可以用其他方法的 當你祈禱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懷疑 擔心 其實我們也會有的 我們侍奉的時候 會不會說 做來做都是這樣的 沒有後果 那些人不聽話 哎呀 困難 大小組會不會說 哎呀 小組的人都沒有什麼反應 都不合作的 都不愛主的 會不會有這些存在呢? 其實我們發覺 我們做任何一件好的事的時候 都會有些負面的事情 例如 領敬拜 就可能 那些人不知道會不會投入 不知道我今天領得好不好 總會有這些擔心 那些信息 就會想 哎呀 我哪裡說錯了 今天說得不好 我有沒有信心呢? 總是有這些東西彈出來的 問題就是我們給他 給不給他掌管 好了 他說我裡面有一個律 我願為是者 我與我同在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 我是喜歡神的律 這就說到新聖程了 我是喜歡神的律法的 但我覺得知理中另有一個律 這就是一個規律 和我心中的這個神的律交戰 叫我老去 叫我扶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就是有另一個規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叫我老去 然後叫我扶從這個犯罪的律 我說我真是苦 就是整天都有這件事 永遠都不脫離 永遠都有的 就算一個人敬拜完 可能一出去見到一個人的時候 對他說一些不好說話 馬上就有些負面的說話出來 即時會彈出來 我真是苦 誰能夠我脫離這個取死的身體 這個是會死的身體 在死亡中的身體 感謝神 靠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就臨 脫離了 他又說到是得性 不過這個罪性總是在這裏 我是可以得性的 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復神的律 我欲體卻順復罪的律了 在這裏說到 原來兩件事同時進行 就是我的新聖情 是會順從神的律 但我的舊聖情 是會順從罪的律 即是我的舊聖情 即是我的舊聖情 總是會難 其實我們裡面會有些聲音 偷懶啊 他那麼衰 總是會說他那麼衰 很難要尤恕他 總是會為一些藉口走出來 即它不會是零聲音 大家有沒有發覺 每一天 我們是完全沒有罪的意念 即是那些聲音總會走出來 總會跟著 所以這個肉體是會順從罪的 它會一直跟著 問題是我們 是否讓祂掌管 第一,我們可以不注摸祂的身上 祂會說,偷懶,不要關心太多人 不要太多幫助,不要這麼搖書祂 這個人真的要拒絕一下祂 這個罪的意念在裡面會發聲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奉耶穌的命 我走神的路,親近神,依靠神 我不可以跟從罪的路 兩樣同時正在進行 我們明白這一點 對於基督徒的靈命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當我們有罪的律時 不會打倒自己的事 很多人說,我仍在想這些不好的事 就不會打倒自己 就說,我仍在想這些不好的事 其實鑰匙就是這樣 我們越起越神 我一定要建立新的聖程 我起越神,我歡喜神,我歡喜神的路 於是我時時親近神 這樣的時候,這個罪的聲音是會減少的 我們身體越給了一件事 掌管,就像一杯水 它越是乾淨的水,那些骯髒的成分就會少了 我們越是有神的同在 就越是有少這個罪的聖程 而且當有罪的聖程立即處理這樣的時候 那些意念立即會盡快 即是我們盡快能夠處理 所以並不是不可能處理 但是我們要明白是共存的 那麼我們就要處理了 我們現在當然不希望這個疫情是共存的 那些國家就是共存的 希望不是這樣 不過事實上,我們的罪聖程是真的與我們共存的 就是問題我們有多處理我們的生命 好了,給罪聖程掌管的後果 如果給你掌管有什麼後果呢? 第一,體貼肉體就是與神為仇 就是打耶穌 當我們的心不肯搖樹人 不肯對人好的時候 不肯存呼,不肯關心人 不肯建立我們的小組的時候 我們就打耶穌 我們就與神為敵 因為不復神的律法,也是不能復 是不順復神,也沒有能力復 因為我們的罪聖程是沒有能力順復神的律 原來就是順從罪的律 就是與耶穌打架 其實有些基督徒,我們相處也會看到有些基督徒 他是爛了神的功 在家序,或者在其他的侍奉 你會發覺他做一些事,說一些事會爛了神的功 這就是看得到他是與神為仇 與神為敵 我們不是這個人 這個人,我們如何用自慰、溫柔的心去引導他 這是需要自慰的 因為強硬指責他 他是反彈的 我們需要慢慢引導他 讓他知道,其實你裡面有兩個聖情 你現在覺得你是聚聖情還是新聖情帶領你 現在在聚聖情的時候 我們需要處理嗎 我們需要明白這一點 就是我們的聚聖情真是活著的 真是他裡面一個很愛主的基督徒 有時忽然間彈了一句說話 是會令到其他基督徒會打倒的 即是覺得你會說這種話 有時忽然間那些情緒彈出來 我們明白這件事 就不會覺得這麼驚訝 譬如見到有人 你愛主這麼多年又負責侍奉 為什麼你會說這種話呢 不會這麼反彈 人都是有軟弱的地方的 而活在最終是不能承受神的過話 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情慾的事顯然易見 奸淫、污衛、邪蕩 我們只是看紅色的 拜偶像、仇恨、憎恨、忌恨、忌恨、老奴、結黨、紛爭 窒、遂走、謊言 他說這些人是不能承受神的過話 那我就想不到天堂了 要點就是我們悔改 我們悔而改 我們就能夠承受神的過話 但如果我們沒有悔又沒有改的時候 悔而不改呢 有些人會這樣 我知罪 我知罪 不過每天都是看色情片 我知罪 不過每天都不肯搖說人 我知罪 但我總是不肯使用我的恩賜 給神使用的時候 是可以跟神的關係有問題 不能承受神的過話 但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基實 我們是靠恩典得救 信靠耶穌得救 但信靠耶穌必定有生命的改變 就是我們會學習 釘死我們的舊聖情 有些基督徒沒有這個心 因為他說 他覺得這個負面的想法是我的一部分 我會生氣 我會不難去接受這個人 我很難搖說它是我的一部分 我就是這樣的 他沒有將這兩樣東西分開 他就覺得 我是這樣的 我改不了 我整天都是這樣的 他沒有分辨到原來這兩樣東西 是兩個不同的個體 當我們明白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罪聖情發作 我們就需要處理這個罪聖情 就不要當正這個罪聖情 就是我們的一部分 因為很多人就會說 我是這麼軟弱的 我是這麼煩惱的 我是很難搖說人的 我是很受影響的 他就覺得這是他的一部分 這樣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永遠 將他的罪聖情 拉在他的箭 他的我裡面 我們要分開 這是另一件事 加上我們裡面 即是有些職 我們的罪聖情 我們的人有個職 有個很深的職 這個職深到到死時 去天堂才會除去的 那麼我們明白 這個不是我那個 新聖情的本性 乃是我罪聖情而來 我就要對付這件事 就不要當正 這個是我們的一部分 然後呢 信約情欲殺種 必從情欲收敗壞 整個生命會敗壞 同樣的關係 工作 侍奉 內心世界都會敗壞 所以有些基督徒 他活到這麼一刻 發覺工作又不穩定 又沒有好的朋友 又不能夠侍奉神 什麼東西都好像崩潰 什麼東西都失敗 其實基督徒是可以建立 我們整個生命 是發出神的榮光 滿有神的榮耀 時時能夠祝福人的 還有犯罪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是更加厲害的 犯罪是必定受很嚴重的後果 在我初信主的教會 我真的不記得有這個教導 他有說到 你悔改信主 求主赦免 耶穌會赦免 但就沒有說到 你犯了罪 總會有破壞性 譬如你罵了人 求主赦免 也請那個人原諒你 那是神去原諒 這個人他可以某程度原諒 但是關係其實受影響 而當一個人經常發脾氣 經常罵人的時候 他一定受影響 他的明星受影響 人對他的信任是減少的 這是初步的影響 但是最嚴重的 一直嚴重下去 就影響他整個人被魔鬼老去 直至有些人 我們讀神學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告訴我們 他說 有牧師後來做了 homeless 因為喝酒 因為他不開心 他就喝酒 喝喝喝喝 家人又離開他 接著 侍奉又沒有了 結果什麼都沒有 就躺在街上 他見過這樣的牧師 就是因為他一直被罪性情控制 是將整個人破壞的 我們就明白 罪性情是不可以任由他的 正如你家裡有個頑固的小朋友 其實小朋友是很容易測試你的 他的罪性情是會在裡面 不斷反彈反彈 他同時有新聖情 如果他信耶穌 你看到他很乖 很聽話 但是同時 他又會有時很頑固 他會測試你 我們要讓他明白 所以我們教導 在我們的訓練和教導 一定要教導我們的組員 我們教導我們的牧羊的人 教導你的小朋友 你裏面這個 現在是罪性情 你不要當作是你 這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在你身上 因為我們全人類都有罪 你要知道 現在是罪性情還是新性情 這是罪性情 罪性情是怎樣的 我要悔解 要離開這個罪 恨悔這個罪 好了 不處理生命的後果 就是浪費生命 他在英文中寫 I know I'm wasting my life But I just don't want to stop 我知道我現在浪費我的命 我吸毒 我做甚麼不好的 我知道 不過我不想改變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原來我的生命 有多少成是被罪性情影響的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你幫我處理生命 而魔鬼就會來偷竊殺害偉偉 將你整個生命 是完全 魔鬼是沒有餘地 以及它是沒有憐憫的 它會拆毀到你完全沒有了 我認識有牧師是坐牢 是我親自認識 並且是滿有神的祝福 也有聖靈充滿的牧師 去了坐牢 這是很可惜的現象 好了 那我們怎樣對付罪性情呢 第一 就是我們一定要對抗它 我們先讀過經文 撒旦退我後邊去吧 退我後邊 你離開我 我不再聽你的話 那又深信 怎樣深信呢 神的心意和計劃最好的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經常深信 我聽神的話 神真是掌管一切的恩典福氣 神給一切的能力 恩賜 機會 我生命提升 全部都是靠祂 供應也是祂的 於是我深信 我聽了神的話 我整個人的祝福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經常深信 我自己很深信 所以我完全聽神的話 一有罪的聖程 我會立即處理 好了 而自我中心就會破壞生命 我知道自我中心就會破壞生命 我就放下自我 我就有更大的福氣了 而神的恩典是救我們用的 所以我們處理這個自我 在我裏面這個自我 還有深信 神是輕萬不得的 我們一起讀 《加勒泰書》6章7節 《穿着情欲煞种》6章7章8節 殿是輕萬不得的 我們發律 不可以輕看 輕看法律是會坐牢的 而輕看神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人種甚麼某種就修甚麼 信著情欲煞種就修敗壞 信若圣灵杀种,若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接受 面对大审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时想想 我今天所做的一件面对大审判 会怎样呢 其实这件事是应该我们 个个都时时想的 但是很多人 他明明是伤害人 明明不要输人,明明做了些不好的事 但是他不会想想 我将来要站在神面前 我要供出这些发生的事 很多基督徒是没有这个观念的 我希望大家经常都说 我现在做的事 将来全世界都看完的 所以我需要处理的 我需要求主帮助我去得胜 我们个人都要 所以保留一句说话 他就说我们成了一台气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就是有一天 我们的生命给全世界人和天使观看 现在我们内心发生的事 我们在日常生活发生的事 你好像想想 天花板没有了 周围就坐在全世界所有的人 和天使一路看着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我要好好管理我的生命 发挥我的生命 神一定帮我的 神一定不会小看我 我是很宝贵的 我不要被罪性情难阻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提升 但是有很多人是没有这些观念的 有些人他真的离开神 他可以永远沉淪 但是有些人他有永生 并且有永远的赏赐 就算我们做一件小的事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赔得赏赐 并且是作功的果效 随着我们 一直跟着我们 每一件小事我们为耶稣做 都一直跟着我们 是永远远远的 其实很划算的 听话是很划算的 不听话是很吃抵 可否记得这句 听话是很吃抵 不听话是很吃抵 这句话 刚刚神给我的这句 大家可以记得这句话 好了 这个德性五部曲 《兴春登圣》 这本书里面有的 希望大家记得 红色的部分一起读一读 红色部分 留意 破坏性 圣经观念 祈祷 选择 就是我留意到任何罪的意念 这个就是德性的方法 我生气过人 我不遥说他 我烦恼 我看少自己 我看少人 我留意到 我深信每一件罪都有破坏性 一定会破坏我生命 就算多隐形的罪 都会破坏生命 你自己私下看的影片 或者你经常上网 整天都是用时间在这方面的 这些也有破坏性的 因为它会浪费你很宝贵的时间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基督徒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我们的生命就是由时间造成的 你整个生命就是什么呢 你每一秒钟 每一分钟怎么用 当我们这些时间 不断地浪费了的时候 这个就是浪费生命了 我们深信它有破坏性 诗经观念 诗经吩咐我怎么做呢 我怎么可以圣过罪呢 然后祈祷求主赦免 和求主帮助我们 赐免我们力量 接着我选择 我选择遥述他 虽然他这么不好 虽然他坏得不得了 虽然他屡次伤害我 不要紧要 这个是他的问题 我只是祝福他 以善性恶 这个就是德性了 人都会开心的 我以善性恶 他虽然对我不好 我依然遥述他 我整个人就起落了 我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是一个德性的基督徒 好了 一方面我们处理罪性情 也都要建立新性情 即建立新性情强壮 那如何建立呢 第一 在《彼得后书》里讲到 一章五节里讲到 他是有了信心加上德行 即是你要信耶稣 不要只信耶稣 就只是一样 好行为 各方面的好行为 爱神 爱人 关心人 祝福人 一路建立 好了 有了德行 加上知识 认识神的话语 认识神的属性 神的美善 也都认识 世界上发生的事 以至我们能够知道 如何面对世界 但不是叫你 走去进入试探 那种认识 而是我知道 这个世界发生的事 去让我们知道 面对什么 其中有一套电影 我都给大家去看的 那些纪念 在YouTube你可以找到的 叫做Social Dilemma Social Dilemma 这套电影说什么呢 它是说到 那些人如何给这些 即是一些 social media 即是一些 Facebook 这些各样的 WhatsApp之类的影响 它说到有人 不让他们用 试试不要用 妈妈跟我说 他说你不用多久 我就会给你一个奖品 但是它是极度痛苦的 而且他说出一件事 就是说这些 social media 是很有问题 为什么很有问题呢 你上网找 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 有很多人说 地球是平的 有很多人说的 它是刻意 如果你是相信地球平 它经常都给地球平的 有些人相信 我们现在发生的事 是影响全球暖化的 但是有些人相信 是不关我们的事的 是不需要关注的 你是哪一个方向 你哪一个方向 你会找到很多资料 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理的 有很多人 天天相信某些的看法 他会一直看看 他越看越相信 所有的传媒不是帮你分辨 是帮你去 它会知道你的取向是什么 它就会将对你听的东西传给你 叫你一路加强下去 以至这个世界的分化 比以前强很多很多 这些我们需要认识 认识之后如何呢 不要是东西都相信 很多人的阴谋论 其实很多阴谋论 还有他说到 他们想有某个政见 他们就会找这些相信阴谋论的人 将那些现在的政见 传给他们 让他们的政见会被改变 原来有些社交媒体 他们就请了一些人 专门做这件事 如何去设计 这些所有的方法 影响这些世上的人 我们需要有知识 认识神 也要认识人的罪 认识人的计谋 然后如何去拆解 有节制了 如何用时间呢 如何处理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言语行为呢 有忍耐了 我们帮人一定有内心的 提升人的生命 关心人 辅导人一定需要内心的 有敬虔的心 然后爱弟兄姊妹的心 然后爱全世界人的心 就是整体 不要只是一样东西建立 是全部的东西建立 譬如我们四年充满 不是只是四年充满的 如何应用在生活 在思想言语行为 同人相处 不是只是四年充满 就解决一切的问题 是需要每一方面 也都不是只是爱神的 我们需要爱人 需要认识人 关心人 而我们总有罪圣情 我们刻意 这个图不同了 刻意 我刻意被神掌管 就更快处理罪 如果已经在罪中的 我刻意脱离被罪 掌管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建立新的圣情 还有长时间亲近神 就好像撒母带着那些先知门徒 他们一直亲近神 神就与他们同在 苏罗一去到当中 他就受感说话 就变为新人 就是这个神的同在 我鼓励大家多去祷告 时时有神的同在 你为人祝福祈祷 按手祈祷 他的生命很快改变 你的侍奉是很不同的 这个是对我们的侍奉 和生命是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大家时时深信 这个神的能力 我们都在下午的侍奉 从操练过程去训练人去为人祈祷 叫我们带着能力 还有怎样去分享 怎样更有效的去作见证 你都长时间被四年充满 不只是在聚会经历 是随时随地 第一就是对付罪 有圣经 跟从圣经 祈祷会是有帮助的 怎样建立和神一个密切的关系 而很重要就是服侍神 神是喜悦的 如果有人服侍祂 祂就会尊重祂 神就会尊重祂 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去服侍神的 这个Pi会帮助大家的 我们留意我们生命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祈祷求神带领 以及去计划 P就是祈祷和计划 我一天问神 我的生命可以怎样改变 大家今天 让我们听完这篇道 看看你的罪性情 譬如你和家人相处 是不是你始终有一个态度 他这么坏 我都不是很喜欢理解他 有时人们会取出这个方向 他取出这个方向 他说我有借口 因为我家人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永远都是 不去关心他们 我不会跟他们好的 已经有一个取向 而这个取向 是不合乎神的心意 他无论他有多大的罪 我们不要让罪性情 决定我做什么 有时夫妻吵架 好人说 我离婚了 你这么不好 他的罪性情 做了他的决定 我们不要将罪性情的决定 选为我们自己的决定 我祈祷 然后我计划 然后就implement 就是走出来了 我真是 旗子计划了 我走出来去做 如何改变 如何开始跟家人说 对不起 多谢你们 善待他 虽然他不好 善待他 有机会会改变 现在我同时是有一个好的见证 以善性 然后评估 我又没有做得好 我如何做得不好 我就去评估 我自己是否看小自己 我评估 我去如何改变 整个生命的改变 所以这个派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大大被提升 如果我们不处理罪性情 生命就会逐步被破坏 但如果我们听神话 生命就会逐步的提升 我感谢天父 我常常想找一首歌 为什么呢 是有讲社罪又讲改变 我发觉有很多歌 我找社罪 耶稣救恩很多 改变又少 我感谢主 Irie姐妹 其实她现在回不了 因为她教会的情况 但是她为我作这首歌 这个时候我会带大家一起去唱 我们一起起床 谢谢耶稣 多谢耶稣 这首歌的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说到神的赦罪 也都说到我们彻底离弃罪 对付罪 我给他歌词 然后他就作出来的 神我大恩典 舍免我罪 我定义 彻底离弃重罪 何此我身心恨无忽悔 任到我行走一路 神我大恩典 舍免我罪 我定义 彻底离弃重罪 何此我身心恨无忽悔 任到我行走一路 神我大恩典 信到你死灵弃重罪 神我大恩典 舍免我罪 我们已彻底离弃重罪 何此我身心恨无忽悔 何此我身心恨无忽悔 任到我行走一路 神我大恩典 舍免我罪 我们已彻底离弃重罪 而知我身上 恩乎乎毁 引动我行走一路 信了祢 使祢以乎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 黑闻眼耶稣 我们多谢祢 多谢祢 多谢天父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天如山岸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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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如山岸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主耶稣求祢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面前醒悄 神要导致我们平日的心态 我们平日的决定 我们的行动 有多少是跟从新圣情 有多少是跟从罪圣情的 我们向神去祷告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并且叫我们 用英文说 disown 我们的罪圣情 就是不要说 这个是我的一部分 这个是因为罪而带来的 这个罪圣情 我不要拥有这个罪圣情 这个罪圣情不是我喜欢的 我奉耶稣的名拒绝 这个罪圣情 和这个罪圣情 叫我做的决定 和倾向 主耶稣帮助我们 真是行神的路 我们就分辨 新圣情与罪圣情 我里面 有想跟从耶稣的 这个是新圣情 我里面跟从情欲的 跟从负面思想的 负面情绪的 破坏我生命的 这个是罪圣情 我奉耶稣的名 我们每一个 神啊 我拒绝 我希望大家 不只是拒绝 笼统的罪圣情 而是我拒绝 我有时怨恨人 我怨恨自己的命 奉耶稣的名 你自己开声去说 你有什么是在影响你的 神啊 我拒绝 这些在影响我的东西 我拒绝 我里面的污蔑 我拒绝 不饶恕 求主帮助我去饶恕 虽然这些人不好啊 但是他的问题 求主帮助我们 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能够兴兴自由 主耶稣 我们赐给我们决心 我们决心 大家开声去祷告神 我决意 钉死 在我生命中 这些的罪 在我生命中 这些的怨恨 负面思想 负面的情绪 我愿意 靠主耶稣 得胜 哈利利亚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哈利利亚 感谢天父 耶稣赐给我们平安 喜乐力量 得胜有余 多谢耶稣 我们靠耶稣 得胜有余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我们一起用主的力量 与我们同在 主的力量 与我们同在 主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分辨到罪性情 分辨到新性情 我们靠主 得胜有余 主帮助我们 做一个爱主的群体 真是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的新性情 变为强壮 叫我们呢 我们整个生命 是祝福人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哈利利亚 我们一起用主通文 吐告求主帮我们 真是专 愿人都专 神的名为圣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专 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任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 遇见试探 救我们 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命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词 我们圣灵的感动 尝愿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 真是靠主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 是好像 行在天上 神的旨意 是天上的旨意 行在地上 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愿我们 时时跟随耶稣 让我们 靠耶稣 钉死我们的罪性情 多谢天父 神会保守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当我们行在神的计划里面的时候 是必定蒙福的 多谢天父 哈利雷 神祝福我们 从今次到永远阿门 哈利雷 谢谢大家 大家一小早就去讨论 或者自己去想想 我有什么地方 让这个罪性情控制 我就要disown它 不再被它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